大批猕猴把橘子樹當餐廳吃起Buffet 每一隻都吃得津津有味 這個像猴子吃的 松鼠他都不會吃完 好不容易長好的果實被吃得金光 果農看得是搖牙切齒 不過現在有妙招 炮聲震撼不只能嚇跑猕猴 也能趕松鼠山豬 這種炮叫做蛆猴炮 政府人員還教農民製作放炮工具 避免炸傷自己 就是這個他這樣下來 這個是避免他就是 炸裂 中天炮是會咻這樣會有聲音 這個是 一聲以後就沒有聲音 差不多三四秒 在半空中爆炸 苗栗縣卓蘭院裡銅鑼公館等地 都傳出有猕猴肆虐 受損的作物還有李子竹筍等等 猴子不怕人 農民不堪其找 希望縣府在今年也可以 提高蛆猴炮的補助 確定會加碼 每戶農民可以申請到 100發的蛆猴炮 黃金叔叔 整田都被山豬吃掉 所以有時候這三三個很困擾 還有果子裡 果子裡也很多 另外美麗縣府持續的補助 電圍網防治喉害 讓果農的心血不會被吃光光 TVH 憲古欣 苗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